桃園市立儿童美术馆即将在4月3号试营运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前往视察 首展是规划了探索未来主题站 邀请民众在儿童节到儿媒馆来看展 住在青唐园的桃園市立儿童美术馆即将在4月3号开始试营运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26号上午到儿媒馆试查 希望儿媒馆成立后能增加市民艺术活动的空间 成为培养儿童审美的体验基地 儿媒馆即将在4月3号开馆营运 我想一定会成为一个儿童美术学习体验的一个好的基地 能够培养我们儿童审美的各种活动 大的美术馆会在2026年完工 我们希望能够如期来完工 儿媒馆与市立美术馆仅一路之隔 但目前市立美术馆因为缺工缺料的因素导致工程延宕 副市长王明俊希望赤美馆能如期完成为青浦地区打造全新的亮点 当初发包的时候37亿要大概多了将近21亿 大概多了21个千万 所以大概过算起来大概需要58亿多的这个经费 那我们感谢中央给我们的一些支持 已经给我们的13亿多的补助 也希望说未来这个也能够中央能够继续把这个我们还有的缺口 也能够给我们适当的一些支持跟协助 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以三角形造型为主要结构 白色基地搭配大面积玻璃引入自然采光 交户外景色自然融入主体建筑 外观以艺术山圈为异象造型 提供小朋友美术育成的空间 4月3号开始市营运邀请市民朋友一起来看展 感谢观看